哈囉大家好我是PF1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 我們的改版前的陰陽骰 對 因為昨天的預告 應該算是前天的預告吧 對 它的陰陽骰要改了 不過算是一個前期改弱後期的版本啦 但是我覺得這麼一改的話 在PVP裡面算是變弱了 因為在PVP很難讓你滿版陰陽骰 然後全部都五星以上啦 所以說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前50倍的陰陽骰的攻擊率是多少啦 對 因為我會這樣會遭到50倍的原因 就是因為官方直接說了嘛 全部亮起來之後呢是50倍的傷害 之後呢一星的亮起來呢是10倍 然後二星是20倍 所以要五星才會變成50倍 六星呢60倍 七星就到70倍 所以如果滿版七星的話 那傷害是整整會比之前還要多 之前的滿版七星還要多了40%的傷害 好 就看之後能不能過50關啦 對 55關啦 55關 因為陰陽骰目前的砍就是一個55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改版前我們的陰陽骰在PVP能到哪裡吧 現在陰陽骰在這裡實在是有一點過分 只要不要用太過分的隊伍 用... 我現在對面是咱們的PK大大啦 因為他的隊伍呢算是一個最標準的陰陽骰的PVP隊伍 我這裡算是有一點在給小就對了啦 我想要徵求的是滿版 然後對面PK大他要的是一顆 對 因為基本上只要一顆 甚至不用管一星喔 不用管星數喔 一星一顆在這裡 就可以撐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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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兵血量900D 雖然這裡有一堆啦 不過我的還沒有連起來 我的直的連起來不如橫的 我覺得啦 因為攻擊跟攻速有一點 我覺得攻速比較重要 而且攻速當連起來五顆都會上去就會好一點 而且我現在這邊有一顆三星的還被駭入了 而且我還沒有一顆骰子可以處理掉他 實在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就是了啦 好 來 那他現在的攻速已經起來了 基本上不是問題 然後我們PK大他現在升級 所以我們兩邊都是一樣是七星的陰陽 只是版本不同 對 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好 來 現在小兵血量得到2600D 不過我雖然這邊有全部都直的 但是我橫的一條都沒有啊 可以看到一條橫的比上一堆直的 橫的比較好用 真的 橫的好用太多了 有了 我的橫也出來了 那基本上我這裡就是穩當了 不過呢 因為我那顆被駭掉的關係還是有一點危險啦 我這邊正負加起來 我正的加起來總共有六顆 我一個負的加起來有三顆 這樣抵消的話 我覺得我只有一半而已啊 不行 我先把他拿掉 不然真的太痛苦了 因為他攻速50倍 攻擊力也那麼高 攻擊力50倍啦 攻速也很高 可是改版之後他的攻速是沒變的 所以說這個攻速 嗯...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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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不懂他的攻速加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有了 把他洗掉了 我現在這邊有兩顆加起來三星 然後我們P大這邊是只有一顆兩星 不過兩邊已經是一模一樣的傷害了 因為基本上都是秒殺啦 對 因為現在點亮嘛 七星點亮 然後沒有任何情況骰的情況下 七星的陰陽骰呢 點亮的陰陽骰 不能講七星啦 點亮的陰陽骰就是27300啦 那27300在這裡已經非常的激發了 真的 好 現在小王的血量是89000滴 我只要那一顆被點亮的打三下就死掉了 對 只要打一輪就好 那一輪才0.9秒 而且我攻速又更快 所以應該更短 就被秒掉了 然後呢 我們的P大那邊已經點亮了兩顆 加起來是四星 才差起來比我強過分一點點 那我自己加起來是兩星啦 還沒有 不過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如果都是一樣的星數 一樣的等級的話 攻擊都一樣 然後怪物也是秒掉的話 基本上兩邊就是在等誰在把他的版面 弄到更好 拼攻擊力而已 因為畢竟我們的打傷害都是一樣的 27300 不過就是比爆傷啦 我這邊我沒記錯的話 我的爆擊是到33萬左右吧 因為27300乘以12倍嘛 對不對 那我記得P大那邊好像14倍啦 27300上去好像40幾萬 所以硬要講的話 我的傷害還是會弱一點 而且我們兩邊都用一樣的地圖耶 看來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我要趕快有多一點錢 趕快把版面給他拉出來 然後現在P大那邊弄出一個六星的點亮 我這邊弄出了八顆了 OK 我已經滿版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P大那邊 如果那個七星給他弄過去的話就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P大那邊只有六顆在點亮 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尷尬啦 不過呢 其實兩邊都差不多 欸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轉王 他那邊是19萬滴 我這邊也不重要啦 19萬在這裡真的還好 因為一顆沒爆擊就是27000滴 好 既然到這個地步了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加速一下吧 因為我基本上已經是不會再動作了 對 不會有任何動作了 有動作就是撐到我輸 不然就撐到對面輸 就這樣就這樣 好 現在我再說他的對面七星 啊 對 這個版本呢 我還是拿了之前那支影片 之前的直播影片啦 所以如果想看直播的話 可以在右上角點進去看一下 對 我也把聲音給覆蓋掉 所以可以看到左手邊那個 有一個字 對 那個字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複字太大了 竟然卡住我的遊戲畫面了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從裡面砍掉 不然遊戲畫面會很窄 那我們就將就一下吧 好 那現在的小兵血量 來到了是58000滴啦 這邊還是可以秒殺的 對 只要兩下 可是有一隻小王過來的話 就會有一點尷尬 但是我這裡還可以 因為對面P打這邊 只有兩顆他還在撐 想要把他的版面給 也盡量弄到越多 因為畢竟弄到越多 傷害就越高嘛 不過其實小兵血量還好的情況下 都差不多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位置 已經有出來大概一公分了 出來一點點就一點點一點點 好像血了四十幾萬 還是可以處理掉的 不過剛剛對面已經有一點危險就是了啦 好 那弄出了一個營養 其實我覺得營養在這裡算是也不錯 但是就怕弄出一個七星營養 真的啊我這個版本呢 就怕弄出一顆七星成長 其實都還是蠻怕的 很像還沒有一個版面 可以完完全全不怕任何骰子的 因為就算我今天又適應好了 如果變成一個七星適應 那很像還是會崩掉 好 在小兵血量來到了十萬 對面只有四顆是亮著的 有一點點的尷尬 對面的傷害已經有點撐不住了 雖然說多了一顆 可是傷害還是不夠 看有沒有辦法再給他多顆一點點 不過他的交換已經卡死在那個位置了 看一下這邊要怎麼解開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是有點尷尬 至少弄出一個七星了 透過交換把七星的那個 那個誰突然想不起來 七星的陰陽骰可以點亮了 這樣至少加起來有九星傷害 數還蠻過的 我這裡是四十一星啊 有那麼一點過分啊 但是我這邊很像已經有 那麼一點點準備要開始往前走的感覺了 但是對面現在還有 現在小兵已經來到二十萬滴了 他還在做交換的增長 不過這個交換很像沒有任何的意義啊 換不掉啊 沒有一顆能換 真的沒有一顆能換 好 現在王的血量是來到了 應該是兩百多萬了吧 怎麼突然血量變那麼多 唉唷 我今天一直原本要加速 可是一直看後面說 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東西可以講 就一直沒有給他加速上去 好 接下來來的是獅王了 獅王我這裡是沒有關係 唉唷 這一換 長出了四顆 不過這個點亮的星數很像差不多 因為畢竟剛剛有一顆七星的點亮 現在換過來變成 還是一顆七星的點亮 因為2加1加4嘛 對不對 還是七星 所以其實傷害是一樣 不過看起來點亮的顆數會比較多 這樣看起來比較爽一點點 而且這位置有分開 所以我覺得會更好 如果位置沒有分開的話 專門靠那顆七星的話 可能那個位置會打斷 打到就斷 打到就斷 如果這樣分開的話 至少還有辦法錯位 讓斷的機率 再更... 斷的間隔呢 再縮小一點點 再縮小一點點 好 現在小兵血量來到31萬的對面 已經是有點尷尬 而且王的情況下 就會往前走了一段 那我這裡呢 還行 不過王已經... 小兵已經開始走出來了 所以... 只要到三十幾萬 其實就不行耶 所以說這個組合算強 但是... 我覺得改版後應該PVP就廢掉了 應該就不太可能在PVP看到陰陽骰了 好 現在王的血量來到了700多萬 他會被降星 不過這樣降對... 對P大而言的是一件好事啊 真的是一件好事啊 他這邊複製上去丟... 點亮了 8顆 8顆點亮了 8顆點亮了 沒有 還沒還沒 還有一顆二星的那個... 二星的... 這個叫什麼... 賭博成長 喔 那成長真的好麻煩喔 這好多成長系列 好 不過這六顆點起來傷害 確實就有點起來了 就對了啦 但是... 我還是比他高一點 嗯... 滿版嘛 對不對 滿版就是不一樣 你知道 對 滿版然後每一顆都點亮 現在有41星嘛 現在對面加起來是... 總共... 6... 12 12星 大約12星而已 然後小兵想要來到了40幾萬 很明顯 已經壓力很大了 點起來了 8星 所以他這個時候應該可以往下壓制一下 不對 還是不太行 壓制不了 小兵的血量實在太高了 50幾萬 雖然暴擊一下44萬啦 不過他中間會斷掉 對 他會斷掉 我不知道會不會之後有出哪一種骰子 或是說這個機制可以改掉 如果他可以改掉的話 或許大家的傷害就可以再更起來 不然的話 這實在是有一點難欸 不過也是因為斷掉 所以那個... 要想的東西更多 位置就更重要 對 如果今天位置很遠的話 那斷掉的間隔其實很大 如果位置很近的話 斷掉的間隔其實小很多的 然後現在小兵...欸 王的血量是對方800萬 我這裡400萬 不過沒關係 兩邊都非常的雞掰就對了啦 好 他的轉王 下一關是轉王 我覺得這邊已經有一點危險了 好 這邊是第一次點亮之後的 完完全新的一局 那他的傷害確實確實是不夠 不過我這邊也沒有說到很過...很... 很挺得住啦 因為王其實是... 小兵是不是其實慢慢的慢慢的在往前走的 只是我的效果... 我的傷害比他高一點 所以能夠再多推幾隻 如果這個時候王的速度不要這麼快的話 如果一隻王兩分鐘的話 我應該是贏定了啦 不過王實在來太快了 很像到後期是55秒就一隻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只要前面有稍微撐住的話 王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應該是...小兵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推進去的啦 都嘛是靠王 好 現在小兵的血量來到了82萬 基本上已經不太行了 我這裡也快被推到第一個轉角了 然後咱們的屁大快被推到第二個轉角 不過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剩下3秒鐘 2秒鐘 1秒鐘 很好 兩邊都解脫 我這裡也被推到第一個轉角 屁大被推到第二個轉角 所以差了這幾個點亮 還是有差的小兵 王的血量來到2000萬了 可是沒有用 對 我算點滿了 但是也沒有用 因為這實在太多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到極限了 沒錯啦 嘖 哇 真的沒有 然後兩邊都在被轉一次看誰 有沒有那個天之膠子啊 把全反面變成有沒有同一顆 這樣的話就是神啦 沒有 兩邊都爆 不過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 OK 對面的王確實比較快走欸 我以為是血量的問題欸 結果不是欸 真的是快了這麼一咪咪欸 因為我們現在兩邊都沒有辦法了 對 呵呵呵呵呵 對 一隻怪物都打不贏啊 所以正常而言的話 真的是開的人的 王的那個距離 會先往前走囉 因為 是我贏了 對 如果正常而言的話 就算看血量應該也是P大才對 因為P大才對很像比我還多 我這裡我在等賭博 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麼 可能是我那時候在開直播 就是說有那麼一點嗨就對了 對 對 有點奇怪 所以是開防的人會有弱勢喔 不過不知道PVP會不會這樣 因為畢竟這是 這是好友之間的開防 而不是去對戰之間開防 所以不會影響到那個 分數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才會有這種玩法 如果之後的話 說不定就是改 撞下去 同時撞下去的話 那一隻的形象 很像之前是這樣子沒錯啦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我是PF官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